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了! 米小卷,你真有办法! 那是当然! 太多了! 太多了! 贝壳可是被当作货币来使用的! 货币! 很久以前,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钱的概念,只能通过交换来得到想要的物品! 我要一头羊! 谁来给我换啊! 我有羊! 给! 但是有时,这种物品交换方式很不方便! 我又来了! 我还想换一头羊! 可这次我不需要布了! 不能跟你换! 好! 这个怎么办呀! 渐渐的,人们开始使用一种交易能力更强的物品作为中间物来进行交换! 例如,粮食! 我用粮食给你换行吗? 可以呀! 粮食什么都能换! 我要把这布换成粮食! 给你粮食! 这头羊是你的啦! 用粮食是什么都能换! 就是太重了! 后来,人们发现,用粮食作为中间物不易携带,还容易腐坏! 直到,人们从遥远的海边,带回了一种稀有的贝壳! 给我来头牛! 好的! 七个贝壳! 好嘞! 给! 用贝壳换的东西可真方便呀! 渐渐的,贝壳就成了人们普遍使用的中间物,也就是最早的钱! 哇! 原来贝壳在古代这么重要啊! 是的! 因此,汉字中很多和财富有关的字,都是以贝字为偏旁! 大家能举几个例子吗? 老师! 我想到了! 发财的财字就是贝字旁! 江小牙说得对! 财字表示钱和物资! 老师,我也想到一个! 贫穷的贫字,下面就有个贝! 没错! 贝在下边做偏旁时,被称作贝字底! 贫字上面是一个分,表示把财富分掉! 拥有的财富变少了,当然就会贫穷了! 莫老师,我也想到一个字! 盗贼的贼字也是贝字旁! 没错! 铁头! 那你仔细看看贼字的右半边! 右半边? 我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 我不认识! 好了,不要笑了! 贼的右半边是个戎字,意思是冰器! 我又发现了! 铁头,不要洗碗! 老师,这次我真发现了! 原来拿着兵器来抢劫或毁坏别人钱财的人就是贼啊! 是的!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与贝字有关的汉字! 让我们去找一找吧! 老爸! 我找到了与贝有关的汉字了! 这个农贸市场的帽字就是贝字底! 没错! 帽的意思就是交换财物! 嘿嘿嘿! 对哦! 莫老师说过,很久以前,人们就使用贝壳来交换物品! 这你都知道! 厉害呀,儿子! 嘿嘿嘿嘿! 妈妈! 你知道什么与贝字有关的汉字吗? 有了! 你看,这个便利贴的贴字就是贝字旁! 对哦! 我也找到了一个! 赫卡的赫字是贝字底! 真棒! 老爸! 老爸! 老师让我们找与贝有关的汉字!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简单啊! 从你妈妈那儿找啊! 怎么找啊! 比如,你妈妈喜欢购物! 这个购物的购就是贝字旁! 对哦! 买的东西吧! 还挺贵! 这个柜子是贝字底! 不但贵,还买的多! 你看这账单! 江小牙! 你说你妈妈是不是挺浪费的! 是啊! 简直是太... 太贤惠了! 妈妈买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家呀! 虽然贤惠的贤是贝字底! 但贤惠这个词用在你妈妈身上不太可惜了! 你妈妈那是贤惠吗? 你妈妈那应该叫贤良书德!